12月6号凌晨3点,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一场1%决赛在974球场进行,巴西队对阵韩国队。 小组赛阶段,巴西两胜一负排名小组第一,韩国队一胜一贫一负排名小组第二。 本场比赛,内曼尔伤与回归,他在世界杯首战对阵塞尔维亚队的比赛中受伤被换下,并缺席了此后两场小组赛。 第七分钟,巴西队取得梦幻开局。 拉斐尼亚在前场右路突破过人之后低平球传中,禁区中路的内曼尔推射没打上。 后点无人防守的威尼修斯从容停球之后右脚抽射破门,巴西队1比0领先韩国队。 第十一分钟,拉斐尼亚在禁区内反抢,郑佑荣大脚开球稍慢,踢倒了李沙利松,裁判果断判罚点球。 点球由内玛尔主罚,他采用节奏变换的方式推射骗过门将,轻松把球打进。 巴西队2比0领先韩国队。 第29分钟,巴西队在前场打出行云流水的配合,李沙利松抢下球权之后,在进区前连续投球后将球传出。 马基尼奥斯接球横传,地亚哥·席尔瓦直接直赛。 前插的李沙利松单刀推射破门,巴西队3比0领先韩国队。 第36分钟,内玛尔在前场带球推进送出直赛。 卫尼修斯在进区左侧拿球挑传。 帕克塔前查打大进区内右脚抽射破门,巴西队4比0领先韩国队。 第43分钟,拉斐尼亚带球突破,郑耀荣无奈只能将他放倒,直到一张黄牌。 第45加1分钟,巴西队打到对手进区前,帕克塔在进区右侧轻巧挑射。 金城奎将球扑出。 第45加4分钟,李沙利松带球杀入禁局,右脚的推射被金城奎扑出。 上半场结束,巴西队4球领先,胜负已经失去了悬念。 下半场一边再展。 第56分钟,内玛尔在前场控球。 孙整浩对他犯规,送给巴西队一个任意球。 拉斐尼亚主罚任意球,左脚射门,皮球击住人墙之后出了底线。 第62分钟,内玛尔在进区前送出妙传。 拉斐尼亚接球进入进区右侧,蹬了一步右脚抽射,金城奎将球扑出。 随后,39岁老将阿尔维斯替换米利唐出场。 第75分钟,黄喜灿开出前场右侧任意球,皮球掉入进区,被巴西后卫顶出。 外围的白生号停球之后,左脚大力抽射破门,韩国队1比4巴西队。 第89分钟,马迪内利在进区左侧底线前传中,老将阿尔维斯在进区右侧飞身凌空侧钩。 皮球打在韩国后卫身上出了底线。 最终,全场比赛结束,巴西4比1战胜韩国队。 这场球,巴西真是诠释了,上半场踢的是实力,下半场踢的是人情。 开局7分钟进球,12分钟已经2比0领先,28分钟灌进对面3个。 36分钟的时候,随着帕奎塔的进球,巴西已经4比0领先了。 此时,他们如果愿意继续大举压上,狂轰乱炸,韩国丢7个球,那都是保守的。 巴西自己在世界杯输过1比7,那么韩国队这场比赛有可能被他们干出0比7的比分。 因为巴西的防守也非常强,只要巴西愿意的话,这比赛绝对会是一边倒,甚至比分上双都不是不可能。 这明显就是放水了,他们应该是在更衣室里收获了教练蒂特的提醒和教导。 那就是做人不能做得太绝,你要是把对手往死路上打,那么万一韩国队急眼,这个球队可没什么体育道德,没什么素质。 他就直接废人了,直接给你几个主力球员踢断腿都是有可能的。 最终,深谙人情事故的巴西就把这四个球保持到了最后,韩国也因此没有对他们做什么大动作,包括什么废人啊断腿之类的。 而伴随着韩国队被淘汰,本届世界杯最后一个亚洲球队也就这么回家了。 日韩澳大利亚都没有在淘汰赛更进一步,亚洲足球现在和世界顶级强队还是有差距的。